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老堆的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里,老堆将为大家带来雨昕最新推出的六通道理电池和新版APP上手的视频 老堆手上这块六通道电池是雨昕最近发售的新品 17013格鲁夫移动体重机内附带的 配套的还有全新的六通道调速遥控器 随17013发售,雨昕还同步上线了全新设计的手机APP 对之前的两款手机APP进行了整合 下面老堆将为大家简单的介绍和演示六通道电池和遥控器 以及新版APP的特性 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开始吧 耶! 与四通道的调速电池相比 六通道的调速电池外形和尺寸变化明显 用于固定的孔位更多了 长度变为9单位 宽度变为5单位 高度变为4单位 配套的六通道调速遥控器与之前 随12012圣诞列车发售的调速遥控器基本相同 都内置了充电电池 区别就是六通道调速遥控器顶部的按键可以使用了 使用六通道锂电池时 通过控制调速遥控器摇杆的位置 可以使用电机调速遥控器 可以使用电机调速功能 可以使用电机调速功能 适量的样式 适量的评程中 可以使用电机调速遥控器 使用电机调速遥控器 向上缴速遥控器 使用电机调速遥控器 适量的评程中 适量的顺利 将摇杆推至两个通道中间 可以实现AB通道或CB通道的合并功能 可以开始插入银粉 将冬油放入银粉 加入银粉 加入银粉 倒入银粉 加上银粉 加入银粉 加上银粉 加上银粉 使用遥控器控制EF通道时不支持的调速功能 可以看到6通道锂电池供电的电机与4通道锂电池供电的电机转速并没有明显差异 6通道锂电池在性能和容量方面相比4通道锂电池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全新设计的APP目前支持4款语性电池 功能和界面都进行了大幅调整 遥控方面与调速遥控器类似 可以通过虚拟遥控器的位置实现电机的调速功能和通道的合并功能 与遥控器不同的是 使用APP控制EF通道时也可以实现调速功能 左下角的扳手按钮可以调整电机的转向 右下角的锁头按钮可以实现将虚拟遥控器保持在想要的位置 非常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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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宇星6通道锂电池和新白APP的上手玩视频 如果你对宇星6通道锂电池或新白APP还有任何疑问 老多建议阅高兴老师编写的使用教程 内容非常详细 老多会将教程链接放在视频描述中 强烈建议大家学习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订阅老多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中与老多进行互动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了 拜拜 感谢观看